上一期给大家说了很多数据 关于加拿大多伦多这边最新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数据 给大家有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今天想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最近的情况 通货膨胀 现在是刚刚从1月份的这个数据显示 比去年12月份是降了很多的 已经低过3%了 这个是已经接近央行的预期了 如果这个通货膨胀能够控制下来 央行可能下一步就要做降息的这么样一个行动 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计划买房 为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在没有打算买房的人中间 有33%的人是觉得房价太贵 有27%的人是担心利率过高 贷款利息过高 没法负担 还有23%的人对经济形势不看好 也就是说即使现在通货膨胀被降下来了 这个数据在下降 那么很多客人呢 很多人呢 还是有点犹豫买房 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呢 如果你是新一名家庭 买一个房子能够安居乐业 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了长期的租房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多伦多地产局 对央行利息涨幅的怎么样一个预测 今年呢 3月份利息下调 25个基点的概率呢 是22% 但是到了今年的9月呢 这个概率就会升到了42% 那么到今年的年底呢 会有73%的概率会降一个基点 那么明年3月份 降1.25个基点的可能性呢 就会更大了 到了94% 这个是多伦多地产局的一个预测 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 但从体来讲呢 现在通货膨胀降下来了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物价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么贵 所以也是一个切身的一个体会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多伦多地产局 对这个央行降息的 这么样一个预测呢 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因为多伦多地产局呢 它是有多大量的数据 然后分析 研判出来的 所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考虑要买房的话呢 现在应该是很好的时候了 包括新房 最近呢 我们也卖了几套 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项目 但是不在多伦多地区 都在多伦多周边地区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多伦多的周边地区 比如说 靠近大学的 像Golf啊 或者是 附近有一些 主题的 比如说靠近赌场啊 靠近有学校 Campus啊 这些都是 有体材的一些周边的 可以投资的 一些地区 如果大家想了解 更多的最近有些什么 新房项目 值得购买的话呢 请大家联系我 好 谢谢大家本次的收看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